是个狠人,58岁大叔自割痔疮五年,结果怎样? 医生忠告,风险极大,咱们身边总有那么些个让人不得不服的狠角色。 金儿个要说的这位58岁大叔,那可真是把硬和二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深受痔疮困扰的大叔,五年来,能是鼓足勇气,拿起家伙, 对自己动起了手术刀,是要亲手斩断这份痛苦。 大叔每每说起这段自医经历,总是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豪, 声称痔疮症状似乎真有减轻,但这看似励志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一颗定时炸弹。 然而,最终大叔还是没有忍住越发严重的疼痛进了医院, 在医生的专业操作下根治了问题。 那么痔疮能不能自割,正确的应对方式又是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展开好好聊一聊。 痔疮之痛为何自行割除隐患重重? 我们都知道痔疮这病挺常见,更有俗话说食人久治。 但是,痔疮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疾病, 通常可以根据病发的位置分为内治。 外治和混合治三种类型,病因多样,包括久坐、便秘、排便习惯不良等因素。 痔疮一旦发作,疼痛往往让人难以忍受。 那么我们就能否自己割痔疮呢? 先把结论告诉大家,这种方法不可取,而且非常危险。 首先,痔疮自割的最大风险在于操作不规范及易引发严重并发症。 您想想,医生做手术都在无菌环境下进行, 普通家里哪能达到那样的条件? 要是擅自割除痔疮,最大的风险就是感染。 轻则红肿热痛,发烧不适。 重则可能因为止不住血,引起生命危险。 再说,肛门周围的血管密布,万一不小心伤到重要的血管,那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痔疮的内痔、外痔和混合痔的区别和不同程度的痔疮都需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非专业人士很难准确判断痔疮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往往只能割除表面的痔疮, 而深层次的问题无法解决,这样不仅容易导致痔疮复发, 还可能在术后形成斑痕组织,影响肛门的正常收缩和舒张功能。 长次以往会对排便造成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重要的是痔疮和我们通常的自我认识不同, 它并非是单纯的一块坠生物, 其背后涉及复杂的生理结构和功能。 自行处理很可能误伤到肛门阔约肌、神经末梢等关键部位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痔疮来袭,专家告诉你如何护理与治疗。 首先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当发现自己有痔疮症状时, 例如便血、肛门臊痒、疼痛或由肿务脱出等。 首要任务是保持冷静,及时到医院就医检查,而非自行诊断或处理。 在日常生活中,痔疮的自我护理是疾病管理的基础。 首先,改善生活习惯尤为关键。 尽量避免久坐不动,尤其是长时间在硬置座椅上。 建议每隔一段时间站立走动,促进血液循环,减轻盆腔压力。 饮食调节也十分重要,增加膳食纤维摄入。 多吃蔬果和粗粮,保持水分充足,以帮助预防便秘。 降低排便时对肛门的压力和刺激。 此外,保持肛周清洁卫生亦不可或缺。 建议使用温和无刺激的清洁产品。 便后以清水或温盐水冲洗,避免过度擦拭导致症疮恶化。 治疗阶段针对痔疮的不同阶段和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对于初期轻度痔疮,一般优先采用保守治疗。 如局部应用含有消炎、止血、震痛等作用的药膏或栓剂。 服务温水作育,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炎症和肿胀。 此外,中医中药薰习也是一种有效的辅助疗法。 随住病情发展,对于中度至重度痔疮,可能需要考虑微创治疗。 如硬化剂注射疗法、橡皮圈套扎法、红外线凝固等。 这些方法能够在尽可能减小窗面的同时,有效改善痔疮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对于严重痔疮或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外科手术治疗可能是必要的选择。 包括传统的痔疮切除术或是目前广泛应用的痔上粘膜环切术等先进手术方式。 尽管手术有一定风险,但其根治效果确切,能够大幅降低痔疮的复发概率。 最后在痔疮治疗结束后,进入恢复期,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遵循医嘱按时用药,保持休息,限制剧烈活动。 定期回医院复查,密切关注痔疮癒和情况。 如有异常,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做到这几点,让您远离痔疮危险。 痔疮的预防工作,始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 涵盖饮食习惯,作息规律,运动保健,个人卫生等各个方面。 首先,要重视饮食结构的调整,确保膳食中富含足够的膳食纤维。 比如充分摄取新鲜果蔬、犬骨类和豆类食品。 这些食物有助于增加大便的体积。 软化粪便,减少排便时对肛门静脉的压力。 从而有效防止便秘这一痔疮发生的常见诱因。 同时,保持规律盐水。 保证大便通畅是预防痔疮的重要基石。 在日常生活中,避免长时间保持统一姿势。 尤其是久坐,应适时转换体态。 经常进行短暂的站立和行走,减轻盆腔压力。 这对于办公室一族和长途驾驶者尤为重要。 此外,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一旦感觉到便宜。 应立即如策,避免长时间忍耐。 防止直肠压力过大,从而降低痔疮的风险。 个人卫生方面,养成良好的肛粥清洁习惯。 特别是在每次排便后,应用清水或温和无刺激的清洁用品仔细清洗肛门。 确保肛粥皮肤干净清爽,减少感染和炎症的可能性。 同时,控制体重,避免肥胖。 因为过重的体重会加大腹部和盆腔的压力, 间接诱发痔疮。 同时,要积极参与适当的体育锻炼。 诸如慢跑、快走、游泳、瑜伽等活动。 既可以增强腹部和盆底肌肉的力量, 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肛门静脉血液回流。 也能有效预防痔疮的发生。 对于那些伴有慢性嗨嗖、妊娠、前列腺增生等情况的群体, 更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及时治疗相应疾病。 减轻负压,同时定期进行肛肠科体检, 以便早发现早治疗可能存在的肛肠问题。 总结,相信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对痔疮这个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了。 痔疮切勿自行处理,尤其是自行割除,否则可能导致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面对痔疮问题,正确做法是及时就医。 听从医生的建议,根据痔疮的具体类型和严重程度制定一个合适自己的治疗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得加强日常生活中的痔疮预防,改善生活习惯,注重饮食调理,保持适度运动,确保钢周清洁。 这样才能有效防治痔疮,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 记住,任何疾病的治疗都不宜盲目自信,自行决断。 痔疮也不例外,唯有科学,合理的对待,才能真正摆脱其带来的痛苦与困扰。